但就在这时,四周虚空剧烈震荡起来,一重重空间粉碎,滚滚白光从空间裂缝里渗透出来。 一颗浩瀚的星辰带着滚滚信仰灵气从海面上升腾而起,悬浮在半空。 远望天星? 万尘峰看到这颗星辰面容顿时色变,却见在远望天星的感召下,夏玄盛的躯体从海里升了起来,被接引到星球之上。 随后远望天星上射出了一道道八卦天丹树的幽兰光芒,笼罩在夏玄盛的躯体上。 夏玄盛受伤极重,只剩下一口气了,但在八卦天丹树的治疗下,伤势迅速痊愈, 元气迅速恢复,睁开眼睛苏醒过来。 紧接着,冤枉天星上渐渐显化出了一道青年的身影,手持灾难天剑,正是叶辰。 电竹大人。 夏玄盛看到叶辰降临,顿时惊恶万分,又激动不已,仿佛看到了天大的救星。 轮回之主,是你。 万臣风倒吸了一口凉气,他破虚道的空间。 早被他封锁,外人想要进来只能是御风飞行,但叶辰却直接撵爆所有空间,降临下来。 他内心震撼不已,全场的人们也是惊骇万分,只感到叶辰的气势居然不输给万臣风。 要知道,叶辰的修为只有还真静九层天,与万臣风差距巨大,气势居然丝毫不输,简直是匪夷所思。 没事吧? 叶辰望向夏玄盛,暗暗地松了一口气。 幸好自己来得不算太晚,如果再晚一点,恐怕夏玄盛就要被杀死了。 我没事,多谢殿主相救。 夏先生心脏砰砰直跳,看着叶辰,只觉得此刻的叶辰,身躯格外伟岸挺拔,令人膜拜。 轮回之主,想不到你还敢冒头,就不怕魔祖无天追杀吗? 万臣风也是冷静下来,心想既然轮回降临,那自己是万须奸细的秘密,多半已经泄露。 现在想保守秘密的话,必须杀死叶辰。 他抬出魔祖无天的名号,是想扰乱叶辰的心神。 叶辰淡淡道,我的事情不用你操心。 他敢现身,自然是有着自己的盘算。 魔祖无天旧日躯体,不能轻易降临,就算想追杀他,也只能靠手下人追杀。 而旧日盟里的护法强者,叶辰并不拒,何况他的背后还有遮天魔地。 遮天魔地肯定也会暗中出手,保护叶辰,不会让局势恶化。 所以叶辰并不担心,只要自己别太跳脱,再跑到旧日盟的地盘闹腾,就不会有太大的危险。 万臣风笑道, 很好,轮回之主,你倒是好胆识啊,敢直接来我破虚岛的地盘决战。 在破虚岛的地界上,万臣风有地脉气运加持,战斗力能再进一步,占据着绝对的上风。 别废话了,万虚的奸细,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 叶辰目光伶俐,骤然一挥灾难天见,长剑带着滔天的灾气,向着万臣风斩杀而去。 而听到叶辰的话,周围诸多舞者都是恶人。 什么万虚的奸细,难道万臣风的身份另外有益? 万臣风面不改色,保持着镇定道。 轮回之主,你胡言乱语什么?想扰乱我的心神吗?可没那么容易。 眼见叶辰一剑斩来,万臣风随手挥动战枪格挡。 叶辰这一剑只是试探,倒也没有动用真理。 一剑击在万臣风的枪身上,当了一声,火星四剑,他抽剑后退。 万臣风也是后退三步,凝身以待。 这一下交锋试探,双方各有忌惮。 这家伙,百家境六层天,果然不容易对付。 叶辰面色微微一沉,刚刚他的一剑虽然只是试探, 但毕竟是灾难天剑的锋芒,也不容小觑。 但万臣风随意格挡,轻松接下,毫不费力, 也不惧怕灾难气息的侵伐。 足见他舞到底运的强悍, 而万臣风也感到叶辰的威势绝不是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。 看来今日之战,想要拿下绝非意识。 万臣风精神一震,收起所有轻敌之心, 百家境六层天的灵气尽数地爆发了出来。 煞世间,他的身躯上弥漫着一重重的神光, 眼睛里也有一圈圈的光环迸发。 重通异象显现到了极致, 周围舞者们看到两人这么凝重的模样, 也是紧张起来, 这一战是生死之战。 虽说绝大部分人都相信万臣风的实力, 足以战胜叶辰, 但叶辰乃是轮回之主, 气运滔天, 怎么可能轻易陨落? 此战鹿死水手, 还难说得很。 鸿蒙大星空, 轮回圣魂天, 开! 叶辰率先动手, 仰天一声爆喝, 鸿蒙大星空开启, 并且同时释放出轮回圣魂天, 魂体转化。 鸿蒙的星空与轮回的魂天, 融合到了一起, 显化出浩浩渺渺, 虚无透明的天穷异象, 宛如一个大锅盖般, 笼罩住了整个破虚岛。 而在鸿蒙圣魂天的笼罩下, 郭虚岛的地脉气韵竟然被压制, 难以发挥出效果。 什么? 万臣风察觉到这一幕, 面容顿时抽搐了一下。 夜晨微微一笑, 他敢孤身来犯, 自然是有所依仗。 依靠鸿蒙大星空与轮回圣魂天的融合, 他足以短暂压制这里的地脉, 不给万臣风任何借用的机会。 我许愿万中佛塔, 威灵尘世。 夜晨大手一挥, 愿望天星迸发出千万中的佛光, 金芒璀璨。 滚滚佛光之间, 有一座座的浮屠宝塔, 龙吟咆哮, 从星球上呼啸而出, 呼天盖地, 向着万臣风砸杀而去。 这是八部浮屠气的威严。 以夜晨目前的实力, 他掌握的神通已经到了挥洒自如的境界, 根本不需要拘泥形式, 比如那八部浮屠气的神通, 用愿望天星也可以催动。 灵气一下爆发, 就有万千重的佛塔, 如流星暴雨般砸落而来, 非常的壮观。 该死。 万臣风看到一座座的佛塔, 铺天盖地地砸过来, 漫天都是古老圣佛的威丫, 顿时有点窒息。 以枪晴天, 我为至尊。 仰天一声爆喝, 万臣风也不敢拖打, 直接爆发出最强的杀招。 晴天枪法极致挥洒, 枪身绽放万重神芒, 浑身也是神光迸发, 当场演化出一套银白色铠甲。 铠甲夹身战枪在手, 这一刻的万臣风, 仿佛史诗神话里跳出来的战神, 威猛无敌, 气势滔天。 破! 他一枪挥击, 如龙旋转, 横扫千军, 将夜尘砸来的一座座佛塔, 全部扫飞碾碎彻底爆灭。 晴天的一枪, 果然非通凡响。 夜尘感受到万臣风霸道的气势, 稍稍地往后退去, 赤臣神脉, 开! 在气势上, 夜尘却不愿输了, 直接开启赤臣神脉, 浑身覆盖上了一层黄金战甲。 这一下, 夜尘与万臣风皆使身披战甲各持剑枪。 傲力虚空对峙着, 如两尊古老的战神交锋, 画面极其壮观。 听说你炼成了止水的一剑, 轮回之主, 尽管施展出来, 让我开开眼界。 万臣风微笑着, 他知道止水剑道的厉害, 可以借助无无时空的能量, 逆转世间一切法则, 无比的强悍。 但如此可怕的剑法, 施展途中一定会有破绽。 他掌握着擎天之枪, 与止水剑道, 远处红军, 豁有共通之处, 只要夜尘敢出剑, 他就有把握抓住破绽, 给予致命一击。 对付你一个万须奸细, 何须止水? 冰子曲, 给我镇压! 夜尘一声爆喝, 手掌猛然隔空一抓, 使出冰子诀, 要夺取万臣风的兵器。 万臣风直觉手中的战枪, 不受控制一般, 被一股大力拉扯, 他竟然无法拿捏, 长枪脱手飞出, 落入夜尘手中。 哼, 说我是万须奸细, 你自己反而动用万须的神通, 到底谁才是奸细? 万臣风失去了兵器, 并不惊慌, 兵器只是外物, 晴天的一枪, 终极傲义是道心, 只要有晴天盖世的决心, 天下万物皆可为兵器。 沧海无量, 听我呼唤, 化作神兵! 万臣风目光伶俐, 仰天长笑, 大手一握, 下方海浪暴动起来, 轰隆隆作响, 在他的气息笼罩下, 激起了万重海啸, 随后一万吨的海水, 被不断地压缩, 化作一杆幽蓝色战枪, 悬浮在万臣风头顶。 这杆幽蓝色战枪, 不知有多少仗长, 蕴含着沧海地脉的滔天威势, 横含在虚空里, 水雾环绕, 幽蓝如梦幻, 仿佛要压制整片天地, 气象浩瀚, 老主威武! 围观的舞者们, 看到万臣风化沧海为枪的手段, 皆是惊恶震撼, 崇拜不已, 纷纷呐喊欢呼, 破! 下一场, 万臣风一声赤鹤, 巨大的沧海神枪爆杀而出, 如天节神法, 砸向夜臣头顶, 大千重楼掌, 给我碾碎! 夜臣看到万臣风如此威猛的一枪, 也是不敢怠慢, 仰天一声爆鹤, 浑身灵气汇聚手掌, 煞时间, 夜臣背后浮现出大千世界, 万重楼阁的惊天气象, 狂暴无匹的刚风, 最强九天神术的元气, 在他掌心凝炼, 夜臣狠狠一掌, 击向万臣风的沧海神枪, 狂暴的掌风, 夹杂着足以暴灭万千宇宙, 碾碎亿万星辰的可怕威势, 狠狠拍了下去,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, 在夜臣的一掌轰击下, 那巨大的沧海神枪, 当场被打得暴碎, 化作漫天飘散的蓝色水滴, 四散迸射而去, 随后演变成一场倾盆大雨, 哗啦啦暴落而下, 他那天的虚找着并发写了, 不能必须或是未经许的好看的, 我感觉到很难嘴巴浮沙汹 然后,